字幕志愿者 李卓人 李卓人 各位好 这里是军情光大使 我是董佳耀 为大家报告和分析 結果幾七天全球最新的軍事動態 本周眾議團的消息 終日在釣魚島東海周邊的緊張地追溯 會不會他將走火 在中國海警法實施之後 日本發現中國的海警船 攜帶武裝常態的巡航釣魚島 日本大尾緊張 日本派出了海上保安廳 也攜帶武裝進行追溯 另外日本連同美國 包括連同美國的海岸警衛隊 展開實戰的演練 針對中國的海警船 今天會分歧 特別是日本的智庫 有一個情報披露說 在日本如果今年的 東京奧運會的前後 到北京冬奧運會的前後 這八個月當中 有可能在東海會擦槍走火 稍後來分析 還要關注一下 就是台灣 台灣有連串的實彈 實兵的演練 一方面在南海的東沙 南沙 展開環島的實彈的射擊 防範解放軍的偷襲 另外 台軍特別在選擇 在這個所謂台灣的西南空域 解放軍戰機群頻繁穿越 飛針的地方 展開所謂海軍空軍的 聯合實兵演練 雖然現在說不是實彈 但隨時可以實彈攻擊 另外 台軍也要展示和測試 所謂特種導彈 今天各位分析 還要關注一下是中印 一方面中國官方媒體 最新披露了有關 去年中印邊境衝突當中 幾一幫軍的官兵 為了捍衛主權反制印軍 犧牲官兵的士忌 但是我們注意到 雖然中印之間有了新的談判 也從實際的接觸點有所脫離 但是印度在今年以來 連串的軍事動作 購買新的裝備 而且秘密的增兵 而且獲得日本的偵察衛星技術 而且獲得以色列的 無人機監控邊境等等 要警替和提防 印度最新的軍事動作 還要關注一下 美國主動提出 幫越南培訓機師 一方面是培訓越南先進的 戰機機師 更重要可能是賣F-35 給越南未來形成新的鏈條 圍堵中國的空房 今天都會關心 不過首先看看 全球最新軍庭解報 先來關注一下最新的軍事動態 最近日本媒體 有大篇幅的報導 提到所謂東海危急 吊倒或有是這樣的大篇幅 和大篇的文章 被美國包括台灣和香港的媒體 大篇幅引用 主要是日本關切到 中國的海警船 海警部隊 可以說獲得立法授權 2月份以來這一個多月 已經是武裝的巡航吊腳成為常態 而且海警船是武裝執法 驅趕在吊腳周邊的日本的漁船 日本派出海上環境進行追逐 可以看到雙方中日的公務船 包括海警船 執法船 武裝船 有可能在吊腳追逐當中 是擦槍走火的 這樣日本媒體大為了關切 日本的官方 軍方 民間也大為了關切 日本的海上保安廳的廳長公開地說 日本在衰疏的過程當中不排除 日本會在吊魚島周邊海域 主動地使用武器 甚至叫囂日本的海警船 也要進行開火 海上保安廳做好了強化的訓練 和攻擊的準備 另外日本也強化了海上因應的訓練 特別是拉上美國這樣的盟友 展開東海的演練 來針對中國的海警船 特別提到 最近有一個消息提到 美國 日本 包括法國的軍艦 展開在日本的九州島的 相應的實戰的演練 當中日本出動了支援艦 補給艦來支援美軍的軍艦 還有法國的軍艦 形成了一個所謂美日 還有法國互相支援 海上互相支援的一種挺日的姿態 主要是美軍挺日的姿態 另外提到一個是日本的海上保安廳 海上保安廳和美國對應的單位 是美軍的海岸警衛隊 展開了最新的巡邏艦的海上的 追蹤偵察 武裝截停 登船檢查有針對性的 相應的實戰的演練 而且我們知道這個演練當中 日本披露說 使用日本的海上保安廳 加上美國的這個海岸警衛隊 可以說是對等相應的 因為中國出動的是海警船 並不是解放軍 軍艦 這種一級的戰備狀態 所以是次一等的準武裝 所以日本也是以海上保安廳 和美國的海岸警衛隊 準武裝力量來對應 是對等對應的 另外主要是針對 有可能是中國武裝的 偽裝的漁船 因為日本說 中國經常有割裂型的漁船 實際上是偽裝 武裝的漁船 逼近釣魚島 可能隨時登島 所以日本要演練 海上保安廳和美軍協同的 美國的海岸警衛隊協同的 相應的這種實戰演練 第三個也是在最新的 美國 日本展開了 所謂最新的2021的彈性盾牌 2021代號的這個 導彈防禦系統的 相應攔截導彈的試驗 日本主要擔心 一旦真的東海有海戰的話 擠防軍可能會出動反艦導彈 用反艦導彈攻擊美國 包括日本的軍艦 所以每日要聯手展開 這個彈性盾牌的代號 2021的最新的導彈攔截的試驗 都是有針對性 針對中國 另外補充一個最新的情報消息 日本的智庫 軍事智囊智庫 一個最新的內部秘密報告 研判說呢 東海這個危機 確實在升級 特別是中國主動的 在雕腳周邊常態的 宣示主權的巡航 那麼日本的追逐過程當中 擦槍走火 甚至有可能升級到 雙方的軍隊直接的出動 那這個時間點在哪呢 這個軍事智囊報告披露呢 有可能會在今年7月份 日本所謂舉行 東京奧運會的前後 一時延伸到2022年的春天 中國大陸 北京 舉行這個冬奧會 這一期間也就由今年的北京 今年東京的奧運會 到明年的北京冬奧會期間 大約八 九個月 這是屬於東海衝突的高危期 這個日本的智庫的最新的分歧說呢 為什麼是這個時候呢 因為雙方的戰略構想 戰略的定位 包括戰略的思考 有可能都是對調 互換的 就在這八 九個月當中呢 剛好是互換錯位 成為了求穩期的互換 由此呢對方有可能 進一步的進攻啊 進取的動作 他主要提到呢 在今年7月 如果如期的東京舉行奧運會 現在日本很想舉行這個 東京奧運會 趕緊打疫苗 而且呼籲各國參加 要舉行這樣的運動會呢 日本肯定要求穩 要求外部的穩定 東海的穩定 所以在東京奧運的前後 日本是不會主動的 進行這個軍事上的進取的行動的 因此有可能日本研判啦 日本也研判說解放軍 包括中國的海警船 選擇東京奧運會的前後呢 主動的進逼到釣魚島 甚至有新的動作 甚至登島 甚至武裝的奪取等等的 日本難以招架 為了外部求穩 日本有可能忍氣吞聲 所以這是對於日本來說 是一個不利的環境 但是反過來到了北京 在明年2022舉行 北京冬奧的時候 有可能北京為了營造 這個外部求穩的環境 日本有可能鑽一個空子 在東海進行挑釁 有進取的行為 所以從東京奧運 到北京的冬奧期間的八 九個月 雙方互相錯位對調的 這個戰略思考和戰略位置的話 有可能剛好 互相成為了這個求穩器的對調 所以日本研判 恰恰是在這八 九個月 雙方都有可能衝突 不是你出手就是他出手 有可能還有個問題 就北京冬奧舉行期間 或者前後 日本的右翼 包括日本的海警船 主動地進行這個禁逼 甚至海警警備隊 登上釣魚島宣誓 所以有可能主動來挑釁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是不得不防的 所以這個高危期八 九個月 怎麼看 稍後軍情互動 再來分析看看全球其他軍情諜報 據韓領事報道 韓國軍方譬如說 美韓兩軍初步上庭 3月展開上半年的 美韓聯合的指揮所演習 這次演習 為期九天 這是美國的拜登新總統上台之後 美韓首次軍事演習 韓國軍方希望這次 韓美的聯合演習規模 能夠恢復到往年的水平 能夠驗證未來 聯合軍司令部完全作戰能力 而如果這次美韓的聯合演習 真的達到聯合作戰的完全作戰能力 將使到演習的規模擴大 有可能使到朝鮮半島局勢 更為緊繃 另一方面 韓國國務部發佈最新的報告 已知情報說 朝鮮人民軍的戰略部隊 已經把單導導彈鋁的數量 從2017年的9個增加到13個鋁 還特別增加了特種部隊的軍事訓練 韓國的情報說 朝鮮的單導導彈鋁目前內裝的 飛矛腿的進程導彈 勞動中程導彈 火星系列的中遠端 和洲際單導導彈 另外 韓國國務的情報說 朝鮮或者已經擁有了 可以用來製造核武器的 大量的高隆梭的右 還有五十千個的武器級的布 美國的情報微信圖像分析發現 朝鮮的零邊去年受到洪災影響的 朝鮮的合適室當中 又濃縮工廠 仍然有繼續運轉的技巧 朝鮮可能正在加緊的開發 生產核武的元素 來增加作為與拜登新政府 談判的籌碼 最美的國防才是報導 美國海軍今年 就能發射以驅逐艦徹底整合的 高能激光武器 除了驅逐艦以外 接下來最可能安裝激光武器的 就是美軍的航母 最新情報說 形成太陽升的激光武器系統 今年會在美軍阿里伯格基德基督線上 神盾戰鬥系統整合 成為艦上武器的一部分 而負責研發了 美國的洛克希德馬力公司 生成這套完整的武器系統 目前全球絕無幾久 戰地超乎預期 美軍的這套太陽能的激光武器 強弱調整自主 低到能夠閃下敵方的偵測器 感應器 而這套高能狀態的時候 能對敵方的無人機 低飛戰機 甚至某些導彈身上打出窟窿 並具備持續火力 激光導彈武器 所以擁有無限的彈藥 只要艦上有洞米激光系統 就能夠持續地發生 美國海軍正規劃 把太陽神的激光武器系統 整合上美軍的航母美國鎖 航母體積龐大 能夠產生更大的功率 能夠除掉更大的海空目標 美軍承認研發艦載的激光系統 主要針對假想敵的無人攻擊機 攻擊大型艦艇的導彈 高超音速武器等等 特別是中國大陸解放軍 目前已經入役了解放軍的 東風21D 東風26等攻擊航母 移動大艦的彈道導彈 還有解放軍的東風17高超音速導彈 以及船門當中東風26 可以携帶的高超音速的滑翔彈筒 這些武器都是美軍的大型艦舌 致命的海上威脅 根據軍聽完的船欄目 掌握最新的情況 美國的導彈防已經正在秘密的研發 針對高超音速武器的攔截器 為美軍的戰術攔截和火力控制 提供有效的方法 美軍5月份將會秘密 招開丁香冷武器的專門的會議 在英國解釋防護中看的網站報導說 美國將會幫助越南 建立一套基於美軍的 飛行員的培訓體系 而第一階段 美國空軍會向越南 提供三架的焦練機 和一套完整的戰機的操控 和養護的方法 同時美軍還會幫助越南 建立一個現代化的戰機的 培訓的項目 有情報消息譬如說 美軍在培訓越南的機勢之後 下一步有可能會把美軍的 F35戰機賣給越南 香港支持本來指出 越南空軍的飛機大約480架 多年以來 越南空軍一直靠蘇俄攻擊當中 越南戰機大約240架主力飛機 包括了米格戰機 12架的蘇爾機 36架的蘇30戰機 還有攻擊的53架的蘇22戰機 同時越南還有武裝的直升機 反潛直升機 還有運輸型的軍用運輸機 香港支持本來指出 現在美軍主動提出 向越南提供飛行員的培訓 明白著未來 是要賣美軍的戰機取代 蘇俄空軍體系 越南如果貪便宜 引進美軍退伍的F16戰機 就不會比蘇爾機蘇30強 不過如果越南向美國貸款 才算是更新換代 加上目前F35戰機 已經駐在東南亞國家 包括日本 韓國和新加坡 一旦越南真正擁有F35戰機 那麼美國圍堵中國東部的 所謂F35戰機的鏈條 就基本成形 最新的情報飛行 相信為了避免在越南本土 培訓越南的最先進的機勢 還被中國大陸軍方偵測 為了保密起見 美軍培訓越南新式戰機的 飛行員的地點 應該是在美國本土基地 好 別讓我們提到美國 主動提出幫助越南 提升戰機機式的培訓 美國有可能是希望一線三雕 一方面美國要瓦解或者分化 越南有俄羅斯的軍售的關係 另外美國要推銷自己的F35戰機 另外美國有可能拉上 越南在美國本土受訓 綁緊每月新的軍事關係 問一下馬先生 美國這連串的這個意圖和動作 包括拉上越南來培訓新的戰機機師 完全跟越南原來的蘇式戰機 是不一樣的 您怎麼解讀 美國這招啊 幫越南訓練什麼飛行員 其實是一個陽謀 越南所有的主力戰機都是蘇俄的戰機 美國訓練它那一套 怎麼能融合到蘇俄的戰機呢 就明擺著告訴全世界 我要賣戰機給越南了啊 這個只是一個引子 而且可能這個買賣戰機的這個商量呢 已經在進行中 好了 那麼要賣什麼呢 我們估計是要賣F35 如果越南市大量採購F35 充當它的主力第一線戰機的話 那麼就會在東亞形成這一個 所謂圍堵中國的F35的一條鏈 從北面的日本擁有F35 韓國擁有F35 那麼日本和韓國駐的美軍 也擁有F35 再往下呢 就是往南邊就是新加坡也有了 我們都不說澳大利亞了 所以這一些F35 針對中國就形成了一個網 但是這個圈呢還要磨合 好 馬上圈的分析到呢 美國拉上越南展開戰機 及時培訓的軍事意圖啊 這幾年確實發現 每月之間的軍事合作 軍事聯絡更加密切 而且是美國相當的主動 美國的意圖 每月的動作 中國要警惕另外關注一下 本週交點在台灣 台灣連串 從2月底到3月連串的 軍事的動作 包括南海 在南海的東沙南沙的實彈的演練啊 在解放軍戰機飛越的 所謂台灣的防空識別區 西南角展開海空軍的操演 同時呢 特種導彈試射要針對誰呢 看一個片子 據台灣聯合報導 台灣海洋委員會的海巡署 特別公告聲稱 台灣會在南海的東沙島 南沙的太平洋分別 在3月的上旬和下旬 實施今年第一季度的 軍事實彈延續 實行環島海域 對海實彈射擊 而台灣軍方的海軍司令部 也披露說台軍所守的艦艇 會在美國軍紀和中國大陸 警方軍的戰機 近來頻繁飛越出現的 巴士海峽和西南的空域 實施 台灣軍方在台灣海區 周邊海空域的 專案武力操演 最新的情況 披露說台灣的海巡署 剛剛增編了大型的 武裝的海巡的艦船 增加了海上的偵測雷達 和攻擊的武力的裝備 同時 台灣的海巡署 根據蔡英文的要求 把海巡艦船 身上塗上了台灣的字樣 突顯台獨的意識 並將實施今年度第一季的 全島防衛火炮武器 對海實彈射擊 而這是今年第一次的實彈射擊 是每個季度一次屬於例行的操演 台灣軍方也會派出冠兵 登島輔訓 而台灣軍方目前在南海的東沙島 目前仍然駐紮著隱屈情勢 特別派到疑訓的 台灣海軍陸戰隊等作戰部隊 台軍與海軍署的武裝冠兵 可能在海上共同操演 同時台灣約束的公告當中 有一個特別的暗示 台灣的海軍司令部 所屬的艦艇2月下旬 會在巴士矮下雨台灣西南的空域 也就是所謂的 台灣的台海防空識別區的 西南的空域 實施周邊的海空與武裝的 專案攻擊的操演 台灣的媒體認為 台軍這次高調的舉動 是要針對平反 在台海周邊飛行巡航的 中國大陸解放軍的戰機曲 作出台軍的所謂 警視性警戒性的回應 另一方面負責海上武裝演練的 台灣海軍手的東南沙分手強調 台灣控制的南海在東沙島的 延續時間是在3月上旬 演習的危險範圍 半徑由東沙島的暗基點 向外海延伸8海里 最大的蛋糕大約1.2萬公尺 而台灣在南沙太平島的 演練時間是3月下旬 整個延續的區域 是以南海南沙太平島 環島的海域危險的範圍 半徑是由中心點 向外海延伸5海里 而時代設計的最大蛋糕 是1.2萬尺 而根據軍情網的小狼木長 最新的期望 台灣的海區 目前在南沙的太平島上 部署的軍事的火力 包括120公里的排擊砲 81公里的排擊砲 40公里的防空砲 還有40榴彈槍 T75機槍 和20機砲的尸彈射擊 台灣的海上尸彈射擊 演練是要牧力解放軍的艦艇 包括越南的余政船 對台灣實際控制的 南海太平島展開西咬的時候 台軍駐紮在島上的官民 展開無力的行動 另外最新情報披露說 在台海中心 以西靠近中國大陸的馬祖 金門 澎湖的台灣戰略基地 和屏東等地 台灣軍方 三月有例行的尸彈射擊的操演 而台灣軍方的中山科學研究員 二月下旬 三月上旬 接連會在東部花里外海 到綠島一線 實施特種導彈 實彈發射警察 台灣軍方專門負責 研發新導彈的中山科學研究員 已經在過去三個月 秘密的密集展開過 各種類型的新型導彈 改進型的反艦導彈 防空導彈 近10次實彈的射射 而有些射射的高度 標準是無限高 屬於增加射程的巡洋導彈 生成可以打擊到 中國大陸府地的軍事目標 好 評論介紹台軍的春節時候 特別二月下旬 到整個三月展開的 各軍兵種特別是包括海巡 還有首島部隊 相應的實彈 實兵的演練 另外特別西南空域 引起我們的關注 連線下台灣的軍事觀察員 施孝偉 孝偉 您在台北掌握了情報 台軍非常含有 在所謂西南空域展開演練 是否針對解放軍戰機群 頻繁地飛越這個區域 台灣軍方所配置的武器 基本上來講 都是屬於這種火炮類的 這種暗防武器 包含這種40炮 或者說是120破炮 或是機炮 機槍等等 甚至於防空的這種導彈 目前來說 最多也只有監射型的 單兵的這種防空導彈 所以整體來講 它所能夠發揮的一個射程 大概差不多在一萬兩千幾以下 但是我們看到 目前雖然說 大陸軍機經常在 東沙島周邊的海域活動 但其實高度都相當的高 同理台灣海軍跟空軍 在西南空域進行了聯合操演 它本身更是實兵不實彈 也就是利用實兵運動的作為 去進行對當地 這樣如果萬一 未來在真狀況發生的時候 如何進行應對 包含這個迎擊跟這個脫離現場 以及這個自衛演練等等 整體而言呢 雖然說東沙島是一個實兵實彈 但是我們剛剛講到 它本身的能夠所發揮的效益 這個射程都不遠 是屬於防衛性遮火炮 另外在那個西南防空識別區的 海空連續呢 它本身是屬於實兵不實彈 所以真正要引發這個擦槍走火 我個人認為這個機率其實是蠻低的 好 有關台灣軍方連串的動作 我們會密切留意啊 包括它最新的動向和影響 先放一邊本週另外一個交點呢 在中印邊境 一方面中國大陸官方媒體 主動地披露 去年中印邊境嚴重衝突的時候 解放軍的邊防官兵為了捍衛主權 反擊印軍的入侵 壯烈地犧牲了事蹟 另外呢我們注意到中印展開新論的談判 在實際的一些接觸點有所脫離 但是值得警惕的是 印度連串的軍事動作 包括秘密 仍然秘密向邊境增兵另外大買武器 監控邊境 對印度動作 仍然要高度地警戒看一個片段 據印度時報報導 印度陸軍將在靠近中印邊境的地區 擴充三個營的印度的兵力 中人數大約3000人 這三個營的印度兵力選擇 還能特別訓練的 是和山地高原作戰能力的 印度傳統的部隊組長 全部地屬印軍的第十七山地打擊軍 根據軍情報的沈欄目掌握遂行的情報 印度這個第十七山地打擊軍 成立在2013年 是印度在中印邊境部署的第一個 進攻型的山地作戰部隊下下 兩個山地部兵士 一個炮兵士 兩個獨立的裝甲旅 特別是在前段時間 中印緊張對視激烈的時候 決定要擴張成為三個師 印度的國防部員聲稱 目前印軍在中印邊境上 還需要有更多的軍隊 因為印度軍方需要堅守陣地 也需要採取必要的進取的行動 據印度交通報道網站披露說 印度和中國已經完成了 在拉達克東部的班公戶的北岸和南岸 脫離接觸的行動 並且舉行的第十輪 中印的軍長級別的會談 還討論到從其他的摩擦地區 可能未來要撤離的事業 不過印度在中印邊境 依舊是軍事動作頻頻 頻頻的挑釁中國 除了陸軍擴充三個營兵力以外 印度空軍在靠近 中國的西藏邊境的地方 首次部署印度的阿帕奇的 武裝攻擊直升機 印度的媒體並沒有公布 這些印軍的阿帕奇武裝直升機 部署的具體的地點 只是說部署在前進基地 距離實際空車線只有幾公里 部署地點的對面 就是中國西藏的亞東線距離 2017年曾經發生激烈衝突的 東朗地區不遠 最新情況譬如說 印度這些阿帕奇武裝直升機 最大的作戰半徑達到480公里 能夠威脅 覆蓋到整個中國西藏的亞東線 和東朗地區 印度在2015年 花了10億美元 向美國波音公司採購了 二刹架阿帕奇的武裝攻擊直升機 這一批直升機 2020年全部到貨 印度生成 有了阿帕奇 可以有力地展開 對地面的裝甲集群的攻擊 另一方面 英國的檢視防護收看報導說 印度的馬扎控造船 已經把六艘虎殺機 也就是法國的 魷魚機的出口型的潛艇 柴油功力的攻擊潛艇 第三艘交給了印度海軍 情報譬如說 先比柴油功力潛艇 配備了飛魚的潛射反艦導彈 反軍內對抗系統可以執行反艦 反潛戰情報收集部類 監視行動等任務 印度說 會放在印度洋 針對解放軍海軍的行動 另外 今日印度網站 譬如說印度政府 首次授予各個武裝部隊 副總參謀長以下級別的軍官 最高21盧比的財政權力 希望幫助印度的武裝部隊 可以採購武器裝備提高速度 印度官員聲稱 雖然中印兩國 目前正在展開脫離接觸的進場 不過 印度提升國防軍事實力的決定 從未改變 根據軍提防的行動欄目 掌握最新的情報 印度趕高獲得日本最新的衛星技術 既可以提升 印度軍方的導彈的攻擊的精準度 另外 也可以提高 用高清技術偵測 中印邊境的解放軍動向的情報 另外 印度軍方以2億美元代價 從以色列駐立的私家 倉路TB的武裝機用來監視 邋遢個東部的中印邊境地區的 中國軍方的動向 香港軍事本身要解除 印度在中印邊境連續 還有以色列最新的擴軍 買軍備的動作將使到今年 2021年中印軍事對勢的局勢 在邊境仍然會持續緊繃 好 朋友們提到2021年 還要高度的關注中印邊境 雖然現在中印展開 新一輪的邊境的談判 但是實際上看到 印度還是有連串的 軍事備戰的準備 特別是美國在背後 給予大量的情報支持 還有軍備的支援等等 而且印度現在有個策略 叫做雙搶戰略 要搶在今天春季 也就冰雪融化之前 另外搶佔中印邊境若干的 戰略的據點 要高度警惕 稍後來聽聽美國和香港的分析 還要關注一下 到底日本的軍事智庫分析的 從日本東興奧運到北京冬奧會期 期間的八九個月期間 會不會是剛好中日之間的 戰略公式和戰略手勢 而是球穩期的互換 成為釣魚島東海的衝突高危機 稍後回來分析 回到軍事官老師們 很多關注焦點了 中印邊境雖然 中印展開新一輪的軍事談判 雙方的軍隊 也從若干實際接觸點有所脫離 但是印度還是有連串的軍事備戰 增兵的動作 今天請到香港馬頂盛 美國原桌間分析 下面馬先生 印度連串的軍事動作 備戰背後幾一幫軍 應該怎麼思考個備戰 說是那個印度的山地軍加強 其實這個一個營是人數太少 而且真正打仗呢 不是打這個地面戰爭 那麼我們怎麼看這一次增兵呢 和那個增加阿帕奇呢 這是一種這個政治戰 或者是外交戰 或者是宣傳戰 心理戰 真正打起來怎麼會用木棒 怎麼會用石頭呢 這只是邊境上面的一種表示 就是說你要佔領這裡 我也要佔領這裡 要對抗 但是又不會升級為大規模戰爭 所以就做一些軍事姿態而已 好 問一下美國的原則間呢 已經在美國掌握了情報 拜登新政府上台之後 對於中印邊境 特別是印度 在美國整體的印太戰略的棋盤當中 有什麼新的軍事動作 印軍並沒有大的場面上的吃虧 所以呢 他繼續在邊境上增加 他的人手和資源 在這次跟解放軍的接觸 吃了虧之後 印度他又向俄羅斯訂單 買特斯4最新的阿瑪達坦克 買500多輛 然後呢 向美國支撐飛機 向以色列購買無瘟機 要導彈等等 這在在地說明呢 印度在中印邊界的這個 後續的這個動作 將會黏綿不斷 不會就此收手 這個是 目前來說是個無解的狀態 因為在新疆阿克塞星這個方向來說呢 印度的無險可守 解放軍的裝甲部隊只要衝出 這個新疆的地方 直接的到新德里了 這幾百公里的距離 所以他這個心裡 腦是一種危機感 所以他一定要搞點事兒 好 一下馬先生啊 2021年春天過後 很快就會是夏天 冰雪融化中印邊境呢 有可能衝突堆遲會升溫呢 印軍再加進準備解放軍怎麼辦 就是說 如果中印真是發生全面的邊境 在這個附近戰爭 哪怕是戰役規模的戰爭 它的決定權不是在地面戰爭 而是在空戰 甚至是在導彈戰 甚至是在網絡戰 因為在未來的戰爭 像中國和印度這樣的軍事大國 它不會這個陷於地面 如果哪一方在空戰中取得了優勝 在這個導彈戰爭取得優勝 甚至是在這個網絡戰 拿到了這個制電磁權 那麼勝利的應該是這一方了 所以中方在加強這些方面 和加強邊境機場的建設方面呢 我們看到卓有成效 好 謝謝兩位分析到本週的焦點 中印邊境雖然雙方有所談判 但仍然要保持對印軍高度的警惕 這話題先放一邊 本週另外的焦點 日本的分析相信呢 從現在開始到東京奧運會 到明年的北京冬奧會這期間 東海有可能衝突 因為中日之間都有經歷 這個外部求穩期 都從戰略公式到戰略手勢相互的轉換 那麼會進入到東海的衝突高危期嗎 讓大家進入軍情互動 回應一下習近平的網友問題 大家注意到呢 有個分析提到啊 從現在開始到東京奧運 到明年北京冬奧會期間 這八幾個月當中呢 有可能是東海的衝突高危期 問一下馬先生啊 有沒有可能日本呢 從求穩機到中國求穩機 這個過渡當中 日本有手轉攻 日本人有一個說法 就是要勾結美國的 這個水景方面的軍力 來聯合對這個釣魚島採取行動 這個抗拒中國的海警法 還想借這個明年北京冬季奧運呢 這個所謂空蕩期呢登島 這個是小題大作 這個冬季奧運擺在整個中日上百年的 釣魚島之中這個大問題上面呢 其實小猜一點 是小猜人 美軍正式啟動 把超音速的轟炸機BVNB呢 進行退役的工作 首批17架 送到飛機墳廠進行拆解 美軍一共生產過100架 這種超音速的BVNB的轟炸機 美軍說呢它已經不適應大國競爭啊 針對的大國是中國俄羅斯 美軍說未來20年要全部推移BVNB 把剩下資源研發更先進的B21 針對中國與俄羅斯 而中國也在秘密研發 中國的轟20的轟炸機 有可能今天亮相 節目最後看看相關的畫面 以上是軍隊觀察室 下路3 我們再見